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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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今天是9月9号 我们的摔招时报国一版了 我们的摔招时报国一版了 就是我这个刚刚睡醒的 很累很累 就要做这个节目了 上个星期呢 我们请来 NTW这边的二王Kazuya 做一个访问 然后这个星期呢 我觉得 我想在这个NTW 南部他们 倔强南台湾 这场大会之前呢 再做一次的访问 所以这一次呢就找来 我们的新人 Hansberg OK Hansberg先生先跟大家说一声 Hello Hello Rick Hello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NTW的新人 Haisenberg Haisenberg 今天非常非常非常荣幸 你可以来 参与十报 非常感谢你Rick 其实自从你应该 我想是几个月之前 Hansberg这个名字就开始在我的耳边 或者是在Facebook上面 开始流传 这个名字出 你除了在NTW这边打比赛之外 也到过其他 比如说你刚刚三个星期去泰国 是不是 对对对 刚刚从泰国回来 然后之后的时间呢 也会有更多机会 不只是在台湾 甚至乎在 比如说日本 或者是你是不是会去新加坡这一遍的 新加坡目前是没有 OK 下个月是日本有 OK 暂时是日本 OK 但是我想有很多粉丝都想 就是 知道一下 OK Hansberg 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选手 OK 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所以我们从你的开始 你的Beginning 就 开始就是认识Hansberg 你了 OK Hansberg 其实你 是在哪一个时候 开始 结束 帅角这一种东西 你是几岁 开始看帅角 然后成为一个粉丝 呃 我觉得应该是 啊不是我觉得 呃 sorry 不要紧张 不要紧张 OK 就是在我国小的时候 这个 我身边有些朋友就是他们很喜欢这个WWE 然后 他们就会 要找个人来试 试他们的 就是他们的maneuver 一些finisher 然后 所以他们就看到这个 旁边这个瘦排骨 所以就决定找我来试一些招式 对对对 所以就开始接触这个Pro Wrestling 但是大概是几岁 这一段时间 应该十 十岁 十一十二对 十一十二 OK 呃 大家先 OK 先说一声 OK 不要自己乱死 OK Don't try this at home OK 但是Hansberg就是这样的开始 OK 你当初看帅角的时候 你第一个idolize 就是你第一个偶像 是哪一位摔跤手的 诶 其实因为这个实在是太太久以前 所以 我觉得就是我 可能有些人就是 喜欢这个Resting 可能是因为看到了某个 就是某个Restler 所以就喜欢但是我 就是我的印象就只是 我非常喜欢这个 就是这个atmosphere 有一个就是我非常喜欢这个 这个东西就是Pro Wrestling的气氛 所以我并不记得就是有一个 特别喜欢的人 让我非常喜欢Restling 就是我只是非常 就是非常喜欢这个气氛 所以就是开始这个看这个Restling 嗯 然后你是何时开始想到 就是有一种观念就是OK 我很想当一个摔跤手 然后到了一个地步就是OK 我要找一些专业的人来去训练 然后成为一个摔跤手 你是在哪一段时间开始有这种想法 其实就是我差不多在就像我刚刚讲 差不多在十一十二岁时候开始看这个Restling 然后就是会对其他东西越来越有兴趣 就可能开始看一些Japanese style的Restling 然后接触很多的Independent Wrestling 然后就是越看越多以后就是觉得就是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喜欢 所以到了差不多十七十八岁的时候就是决定就是决定要就是一定想要做这个Restler 所以在差不多去年的四四五月就是开始在这个NTW的Dojo开始 做这个training就是找了Katsuya 然后你已经训练多久时间了其实 从去年四五月开始差不多经过半年的basic training到12月的时候就是我的debut 对到现在差不多有八九个月的自从我第一场比赛对差不多八到九个月的时间 然后你第一场比赛的比如说 嗯 因为现在我们想了解你的内心的一些想法就是就是比如说你在第一次比赛的时候 OK 你脑海里面是想着什么或者是你会不会很紧张呢或者就是你是怎么去度过的 你第一场比赛的experience是如何? 诶 诶我第一场比赛的 诶我第一场比赛的我觉得就是刚刚走进擂台的时候其实我是非常非常紧张 我觉得我的脚非常的软然后我好像完全无力不过就是开始的时候 诶就是我就把这个心情投入在这上面然后就是比赛就是非常还算OK的就是过去 然后非常享受这个气氛 嗯哼 诶我明白 诶对 然后然后我第一次看你的比赛是在之前NTW的呃 最佳将心台湾Z大会了OK 然后我看到你的先不不不说你的呃擂台的表现 我先谈谈你的你的身体 OK你的体型 因为因为呃很多时候我看一些呃比如说东南亚的摔跤手OK 他们的体型都比较就是呃比较呃没有那么就是厚厚的通通通常都是呃体型会比较单薄啊 然后呃到一个就是训练到一段时间之后他们的体型才开呃开始有一点点的开就是就是开始有一点肌肉 开始像一个呃刷招手或者是athlete这一种的但是呃 你作为一个新人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我已经觉得OK你的体型已经很有这一种athlete的味道所以我想问你的是其实你的体型你是不是在加入ntw 开始训练之前就已经有开始做一些呃训练呢或者是呃你参加ntw之前有没有一些athlete的一些运动啊或者是武术的经验呢有没有 呃呃我觉得就是在不是我觉得啊哦不好意思有点紧张呃呃这个不要紧张没有爽微的哈哈哈哈 在这个其实我在差不多十五十六岁的时候就开始接触这个bodybuilding就是因为我因为其实我的观念一直就是因为有些fait人会告诉我就是就是就是body可能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在rest里面但是 就是就是有一个好的body就是会给你很多的机会就是就是就是如果你去想如果你是一个promoter然后你会想要找一个就是可能技术非常好但是就是可能body不怎么样的还是会想要找一个就是有个非常 不错的body然后技术可能也不错就是就是有这个观念所以我就是在十五十六岁的时候就开始接触这个bodybuilding因为我觉得就是像我讲就是我差不多开始接触摔脚以后就是其实对这个方面非常有兴趣也想要就是朝这方面走所以在我还没有办法 他们ERE superpower 开始这个training 之前所以我就想说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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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做什么呢那当然就是描合明呢就是那当然就是先就是就是 前就是就是 就是多一个bodybuilding然后让我自己有个好一点的外表 因為他們常常就是說 就是做一點bodybuilding 不管是你的外表 其實就是你的外表就是在sell一個東西 就是一個如果觀眾覺得 光是看到你的外表就被你吸引住的話 這樣就是對你的所有生涯其實是有大的幫助 所以我覺得body這個東西說重要好像很重要 但是說不重要也不能說不重要 對所以我就覺得body其實也是蠻重要的東西 但是你之前因為我聽某人說過你 你是不是以前都有玩過一些空手道之類的 就是這個太寬鬥 喔太寬鬥 對對對還有我國中是練這個track and feel 就是田徑 對對對不過就是都 就是有稍微接觸其他運動 不過就是都沒有非常的擅長 那你覺得你之前這一些 比如說bodybuilding的練習 跟之前太寬鬥的一些經驗呢 對你剛剛開始訓練的時候 是不是有很大的幫助 我覺得幫助當然是非常非常大 其實不管就是一些太寬鬥一些東西 就是可以就是結合到我的style裡面 然後就是很多人就是看完我的debut以後 就是說就是他們非常的impressed 就是因為我做了一些kick 然後他們就是覺得還不錯 然後至於就是這個 在這個田徑方面就是 就是因為有很多的cardio的一些training 所以就是我也比較prepare 覺得比較在這個訓練之前就有比較多的準備 所以我覺得幫助當然是非常非常大 然後關於你的角色了 因為我看到有一些粉絲 包括我自己在內 對於你的名字Handsburg 這個名字的由來都想知道一點點 其實你當初怎麼 為什麼會想到Handsburg這個名字 這個角色的由來是什麼的 其實我非常非常喜歡那個美國的美劇 就是美劇 就是這個American Television Series 然後其實Handsburg就是從這個 有一個很有名的美劇叫做Breaking Bad 就是他這個主角他叫做Water White 然後他是一個毒販 然後他這個販毒的一個綽號就叫做Handsburg 不過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聽過就是有一個 一個女子帥小選手叫做Pollyanna 然後他以前是在這個Progress Wrestling 然後他非常喜歡一個美劇叫做這個Game of Thrones 就是全力遊戲然後他就是又有follow他很多的 不管是在Facebook上面或是Twitter 然後他就會把很多不管是他的Costum 或是entrance music都是跟這個Game of Thrones有關的 所以覺得就是一種感覺是一種靈感 就是我覺得既然我這麼喜歡Breaking Bad 那為什麼我就乾脆叫做Handsburg對不對 所以就用這個音樂 Breaking Bad的音樂 不過我覺得就是最讓我驚訝也非常 那個慶幸的就是在我的Debut的時候 就是這個Annuncer他就介紹Handsburg 然後其實因為這個Debut的時候 這邊剛好住了一區就是外國人就是這個Foreigners 然後就是在我還沒有走進的一台 這是我第一次就是見到他們 然後因為他們聽到這個Breaking Bad的音樂 所以他們就一直全Handsbur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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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真的就是當下我真的非常慶幸也非常覺得非常lucky 就是因為我的名字所以有這麼多的外國粉絲就是 其實他們真的非常支持我真的很高興 那當時有沒有一些外國的粉絲 因為比如說在很多一些帥交大會的時候 都有很多粉絲都會跑到帥交手面前去跟他聊一聊 握個手或者拍個照之類的 有沒有很多一些外國的Foreigner粉絲 找你去談話之類的想問 就是問你一下關於你的角色之類的有沒有 其實在這個決戰新台灣Z的 就我們在拆這個擂台的時候 其實有非常多那個外國粉絲就是 就是他們就是跟我說就是非常支持我 只是因為那時候比較在忙著拆了一台 所以就是沒有跟他們談的非常多 對對不過就是真的很感謝他們 那如果在角色方面 OK 先不說打法 你的restling style 解一遍了 OK 先談 比如說角色了 OK 你自己有沒有想過 你 Hansenberg OK 雖然是這個名字來自 這一部breaking back 這一部TV drama 但是 Hansenberg 你自己本人 你覺得在摔角裡面 sorry 在摔角裡面 在擂台上面 你的角色是應該是一個什麼的人 應該是什麼的角色呢 你自己有沒有考慮過這一點 其實就是因為我在這個promo 不管是promo 或是就是talking或是一些character方面 就是非常非常不擅長 所以就是就是我可能會有一些構思 但是我現在是處於就是一個 還沒有一個方向對於我的character 所以我覺得這也是一個非常糟的一個方 對一個東西 就是 其實我應該要對我的character 就有一個更明確的一個方向 不過現在我就只是 就我的style現在就只是像是一個 呃 Japanese的一種rookie 就是非常basic 對不對 這個就是你的打法了是不是 目前為止就是就是這樣對不對 嗯 然後你比如說你的目標了 ok你的goals ok比如說 先先說你的打法了 ok現在就 呃 你有沒有看過一些比如說選手 ok因為我我們剛才 呃 私底下談話的時候 我們都談過一些就是 呃 你自己也看看很多很多不同類型的 呃 呃 帥腳 呃 團體跟呃 任何國家 你你有很多你都看的 有沒有一些選手 是 你看完之後 你覺得哦 這個選手的打法 或者是他比賽中間有 一個或者是兩個spot 或者是 腳色 是你覺得可以放在我自己 身上來去用的可以可以用到腳的 有沒有呃 呃 這一種情況呢 呃 我 我覺得就是有些 Rexter他們可能就是 像是可能 我現在想到可能就是 Chris Benoit 他可能就是非常喜歡這個Dynamite Kid 所以他就是 可能會想要模仿他的Style 跟他的一些finisher 不過就是我比較就是 就是我比較就是 就是很多人會問我 有沒有特別喜歡某個 選手 但是我覺得我比較類 就是我比較 就是我比較 是就是像這樣 就是我特別喜歡這個 選手的Promo 然後我比較喜歡這個選手的 這個Character方面 然後我可能比較喜歡那個選手的 比較technical的東西 對對對 所以我覺得就是 因為我其實我非常喜歡這個 這個80年代 就是80年代這個 這個old school 這個National Wrestling Alliance 的這個 這個 Era的東西 所以我很喜歡的一些 就是 不管是character 或是技術上的東西 就是像 一些 呃 像是Roddy Piper 或是Dusty Rose 或是Rick Flair Superstar Billy Grand 或是 有些比較larger than life的character 像是 呃 Randy Savage 或是Ultimate Warrior 不過 就是技術層面的話 其實我是 就是非常喜歡 像是Ricky Steamboat 或是 呃 Dory Funk Jr. Terry Funk 或是Jack Brisco 這種 所以我覺得就是 有沒有一個 特別 就是 特別喜歡 或是想要學習的 某些 選手 我覺得是 就是我看到 某個選手 如果他 在這方面的東西非常好的話 我就會非常喜歡 這方面的東西 對於他這方面的東西 對 所以 如果要我講一個 特定的選手的話 其實 我 其實我可能講不太出來 就是 因為我對每個選手 每方面的 他們所擅長的東西 就是我會特別 喜歡那方面的東西 對不對 然後 比如說 我剛才聽到你 提到 兩個人的筆字 比如說 Ricky Morton 還有 Terry Funk OK 這兩個選手 我覺得是 在 帥招券 歷史上面 Selling 這一方面是 非常非常棒的 在Selling這一方面 他們是做的 非常非常的出色 然後 在 在 關於你 打比賽 Selling這一方面 其實 當中有沒有一些 人 會給你一些 呃 呃 Advice 就是給 給你一些提 呃 提點 就是 呃 其實有沒有一些人 會給你一些很好的 Advice 關於Selling這一方面 然後你覺得是 OK 可以試試看 然後可以用得腳的 有沒有 呃 其實 就是對於Selling這方面 其實 就是我非 我以前其實非常非常不擅長 其實我到現在還是 就是 沒有說非常的厲害 不過 我是 我覺得 Katsuya他們是 就是Selling這方面 是真的非常厲害 所以 就是當然有很多的 Advice 或是 就是問過很多人 當然他們 其實很多人就是告訴我 最好的Advice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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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看他怎麼Sell 然後你就 就去學就會 就會學會怎麼Sell 哈哈 OK 然後 呃 關於你 關於你一些海外的 經驗 OK 因為你之前 去泰國 然後 呃 未來的日子 你也會有機會去日本的 OK 然後 比如說你 呃 講一講你 你到泰國這一邊的經驗 OK 你你 呃 因為我不太清楚 這一次 是不是你第一次在海外 就是台灣以外的比賽 是不是 呃 對對對 啊 可不可以說一說 呃當時候的經驗 是什麼的 呃 經驗嘛 就是 其實我學到了很多的不同的東西 其實不管是一些 就是比賽上的東西還有很多 呃 像是一些 就是一些 就是一些 禮節還有 不同 不同的文化 因為有非常非常多的國家 就是不管是 香港 新加坡 或是泰國 還有日本 的選手都在那邊 所以 就是有 看到非常多不同的 不同選手對於 比賽的準備 或是 一種 就是他們的 就是他們 怎麼去詮釋他們的比賽 對對 就是有非常多 嗯 很多 學到很多東西 也非常 很多 驚訝的地方 對不對 嗯 但是你到 到了泰國之後 有沒有一些機會去 在當地 有 就是就是玩一玩 就是就是有沒有一些時間 可以去參觀一些地方 或者就是享受當地的美食 一些food 一些good food 有沒有的 呃 因為這一次就是 行程比較緊 因為 因為我今天 這一次去 去四天 然後 第一天我們就是 忙著去這個 GatoMove的 Dojo 就是 因為第一天很幸運 就是有這個 SakuraEmi還有 Liho跟 這個DT的 MASA Takanashi 在這個 training 嗯 所以 所以就是 因為第一天就是在 Focus在這個 training上 然後 第二天跟第三天就是 忙著比賽跟 就是一些會場的東西 所以就 反而就沒什麼 就是很不幸的就是 沒什麼時間去就是 享受一些觀光的東西 對 但是在這個旅行有 有沒有一些比較難忘的事情 有沒有 欸 我覺得 讓我最 最難忘的就是 在這個 Sawadhi Cup 就是 第一天的比賽 結束以後 這個Sawadhi Cup 是在一個 Shopping Mall 就是一個非常大的 一個Shopping Mall 然後是在一個 非常熱鬧的地方 然後 這邊有來自就是 非常多國家的 不管是旅客或是當地的泰國人 然後 其實在這個比賽結束以後 其實我真的非常驚訝 就是 有非常非常多的人來跟我 就是 take picture 就是跟我要一些合照 然後 我就是問他們就是 就是 這是不是他們 第一次看Resting 就是 其實有些人就說 他們是第一次看Resting 然後 其實有些Factor人 就是他們講過就是 就是 就是你可以 在這個Resting上面 可以成就很多 不同的東西 像是你可能 可以打出很經典的比賽 或是一個 5-star match 對不對 但是 其實有一件事就是 讓很多 Restors很自豪 就是 你可以讓一個 第一次看到這個比賽 或是一個不相信 Pro Wrestling的人 去相信 當然 我不敢說就是 我讓他們 就是一些 第一次看到的人 去覺得 就是這個Pro Wrestling 是一個很棒的東西 不過就是 在這個比賽結束以後 就是他們 有些人就是跟我說 就是他們非常enjoy 我的比賽 然後他們也 就是非常願意再來看Pro Wrestling 所以 我是覺得非常的 就是感動也非常的驕傲 對 而且 就是 有這麼多的人 來跟我 就是 take picture 還有 也是我第一次 就是有人跟我要簽名 哈哈哈哈 這就感覺是如何 第一次有人跟你要簽名的時候 喔 這感覺真的非常非常棒 我眼淚都快流出來了 哈哈哈哈 很難玩是不是 對對對 啊 然後 呃 關於你的比賽了 OK 其實你現在已經打了多少場比賽 已經 欸我現在總共只 打過七場比賽 OK 然後當中 七場比賽裡面 OK你 呃 能不能夠 說一下你的 你的 你的對手 你的opponent OK 因為你 呃 七場比賽裡面 OK有沒有一些opponent 就是你的對手 是 呃 對你覺得是 呃 很有幫助 或者是 過程 在合作的過程當中 是 讓你覺得 OK 我可以從這個人身上可以 呃 吸收的一些東西 有沒有這種類型的對手呢 在這 七場比賽當中 呃 呃 其實在這之前 我就是我 我想要講就是 我覺得 呃 我非常的lucky 就是 雖然我只有打過七場比賽 不過 就是我已經跟來自六個國家的選手 就是不管是partner 或是對手就是 跟他們交流過 所以我覺得是非常 非常慶幸的 對不對 然後在這個 比賽方面呢 呃 其實我覺得就是 呃 我有很多 當然很多重要比賽 就像是 絕暗星台灣Z 就是對上 這個老前輩 Akira還有 田春的紅 就是這個Tamura-san 不過 還有就是我在泰國的比賽 就是對我來講當然是很重要 不過其實 就是 就是我不知道 就是大家可能不知道 就是我覺得 就是我覺得 對我幫助 就是最大的 的比賽 其實是我 第二場的比賽 我是對上這個來自 那個沖繩就是 劉QDragon的Dingo 他是一個 我不知道Rick你有聽過這個選手嗎 我有聽過這個選手 但是我沒有看過他的比賽 OKOK 他 不然 就是他其實是 以前我在 New Japan或 Old Japan都有打過比賽 嗯 然後他是一個非常 就是 他是一個 非常少見的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外人 就是一個外人 可以在 長期住在日本 因為 Pro Wrestling 然後 其實他的 Rick你有 您是住在 加拿大對不對 對對對 對對對 所以你應該有聽過就是這個 Stampied Wrestling吧 有有有 當然有 對對他其實 其實在Dingo 他跟我說就是 Stampied Wrestling 後來就是改成叫做 改名叫ICW 就是 嗯 這是一個 Wrestling School 就是這個 Hard Brothers 就是 應該是Russ跟Bruce Hart的一個School 然後 還有這個 Waddle Von Airy 然後 Dingo他其實就是 被他們訓練 然後他從小就是 跟一些 很多傳譯選手 像是 Dan Seven 或是 H Christian 呃 Joey Legend這種 就是傳譯選手 他們 從小就是 被他們訓練 然後他也是一個 非常 非常厲害的 amateur wrestler 對對對 所以 就是 因為這是我第二場比賽 然後就遇到這麼大咖的選手 其實 其實我那時候是非常緊張 然後 呃 其實我們打的 第二場比賽是一個 opening match 就是 差不多五分鐘左右的比賽 然後 不過在這個 比賽結束以後 他差不多花了 三到四十分鐘 然後跟我談了非常非常多的東西 我覺得 我覺得 我應該要講就是 我覺得 我現在這個 Style 跟一些 Psychology 的東西 我真的非常感謝 就是 其實我都是 因為如果 各位觀眾有看過 就是我第一場比賽 跟第二場比賽 其實Style 有一個非常大的差別 對 對 所以我覺得我現在 現在的東西 就是因為 我能夠跟Dingo 學到非常多 所以我才能 做出我現在做的這些東西 我 我是覺得 也許這場比賽對我來講 不是最大 但是對我幫助 對我來講 是最多的 所以我也非常非常感謝他 然後 OK 因為我們 在之前 OK 我們在開始之前 Hansberg都 給我一些 topics 是他想講 他想表達的 OK 然後我現在看到有一個就是 What's my definition of wrestling 就是 就是 摔腳對你自己來講 是一件什麼的東西 還有你說 Why I love it 意思就是 OK 你為什麼會那麼愛上摔腳 OK 其實OK 這個問題就交給你了 OK Wrestling 摔腳這個 definition 這個定義 對你自己來講 是 一件 它是一個什麼的sports 一些什麼的東西 我覺得就是 其實 從小到大 就是很多人會問我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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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也喜歡其他的sports 不管是 Football 或是Hockey 或是Mix Martial Arts 其實 我覺得 我喜歡很多不同的運動 不過 覺得 跟 跟 所有運動最 最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 就是 Resting不但只是一種 身體上 或是一種 體能上的競技 我覺得它是一種 心理層面 或是 甚至是一種精神上的 該怎麼講 一種 spiritual的struggle 然後我覺得這種 fighting spirit 我覺得非常浪漫 就是 就是 你只會在 你只會在 職業帥裡面看到 就是兩個男的 然後 然後 把胸口挺出來 然後 一人一下 knife and chop 對對對 然後觀眾 就非常瘋狂 對我覺得 每一個wrestling match 都是一個story 然後 然後 我覺得不管你是 就是 你 你對 Resting是有什麼看法 我覺得 任何人都可以喜歡上 Resting 因為Resting有非常多種 style 就是 你可能喜歡一種 比較搞笑的 你可能會喜歡這種 DDT的comedy 或是 你想要一些非常technical的東西 你可能 可以看一些 就是那種 catches catch can的 British style 如果你想要一種 比較 真實 你可能可以看一些shoot style Wrestling UWFI這種 或是你比較喜歡這種 Lucha Lucha Libre這種 high flying 或是 比較Japanese hard hitting strong style 或是 你比較喜歡這種美式的 比較娛樂的 American style 或是 甚至是 這種魔戒 這種舞台劇 還有這種 Hardcore 比較ultra violent 就是 CCW這種 血腥 又或者是 Chikara這種 就比較family friendly 這種 我覺得 就是 不管任何人 其實都可以找到一種 喜歡的 Wrestling 這就是為什麼 我覺得 Wrestling常常會 被講成就是一種 art 因為 因為它真的是可以 它可以是任何一種東西 所以我覺得 有一句話就是 很多 Wrestlers常會講就是 其實 Wrestling就像一種 live的 movie 就是 只是 不一樣的就是 我們沒有 stop 我們沒有NG 我們不能 重新拍這個橋段 就是 呃 在這個movie上面 其實每個人都有 不同喜好的movie 有些人可能喜歡 這個comedy 有些人喜歡這種 呃 愛情 這種romance 或是喜歡這種驚悚的 我覺得摔角就跟movie是一樣的 就是 就是 是一種非常好的藝術 也是一種 所有人都能夠喜歡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這也是 為什麼我 這麼熱衷於摔角的原因 嗯哼 然後 等一下我 我這個list 給 按掉 OK 我再看看你這個list OK 比如說 呃 呃 你作為一個ntw的選手 一個新人 一個roki 在你眼中 你怎麼 現在在你的眼中 你怎麼看 ntw這家團體 他們的成長 呃 然後他們 未來的發展 在你眼中 你 呃 會怎麼看 呃ntw未來的發展 呃我覺得不管是在台灣或是 就是說整個台灣的wrestling scene 或是ntw 我覺得就是 在我 一年前左右開始加入的時候 就是 整個現在發展就是 非常快速 不管是從就是 去年就是這個 Reka選手 就是加入DDT以後 到這個 DDT來台灣 就是辦第一次的大會 然後我記得當初 就是我跟這個poco選手 我們在 這個後台 然後 就有一個非常非常大的一個人 從我旁邊走過去 結果 我們才發現就是 其實就是這個 Yoshihiro Takayama 就是這個高山上廣選手 然後 對對對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是 看著對方 然後我們就覺得 真的很不可思議就是 如果兩年前你問我就是 有沒有可能看到我們這種 小時候的偶像 結果我們在同一個Locker Room裡面 對 我覺得 就是非常的 慶幸 我覺得 就是這發展速度真的非常快 然後再來到我們的就是 帕斯路的成立 然後 就是 給了我們一個擂台 就是我們以前還沒有擂台 可以訓練 然後 再到這個 RUQ Dragon也來台灣 就是整個團體來辦比賽 然後再到我們這個決戰型台灣Z的 這個大會的規模 就是不管是在這個Twitch或是 就是我們有邀請這麼多 國際知名選手來台灣 然後再到我們這個 NTW Channel就是一個網路的 Streaming Service 就是一個International Service 然後 再到這個DT的台灣分布 就是DT台灣 然後也來就是 首度 首次辦比賽 然後再 下個月還有這個Stardom 也會來台灣 而且 就是像這種WWE 或是 New Japan跟Old Japan也都來過台灣 我覺得 就是台灣的 摔角的 發展就是 應該現在應該是 算是最棒的一個階段 嗯哼 我也覺得 呃 尤其是今年 呃 台灣的摔角的氣氛 OK 不只是這一年了 其實 呃 過往的 三年內 OK 我覺得 摔角這種運動 在台灣的氣氛 也 我已經感覺到 有慢慢的慢慢的成長 呃 而且現在 比如說連Stardom 這種類型的團體也 想 在台灣去 搞比賽 舉辦大會 呃 試試看可不可以在 呃 台灣這一塊土地去 呃 就是 開闊他們的死場 所以我覺得 台灣今年的摔角發展是 呃 是非常非常的棒的 我覺得呃 呃 你們作為摔角粉絲 在台灣這邊 我覺得呃 挺幸福的 我覺得 對對對 絕對絕對 啊哈 然後關於 你的 Future Plan 你未來的計畫 或者是你未來的 GOLD 你的目標 OK 你 其實你你現在未來計畫 你最想做的 你最想 成就 想達到的目標 是什麼呢 呃 其實我 一直以來的目標 就是我希望可以去一個 呃 Big Promotion 或是個Major Promotion 其實不管是 呃 New Japan All Japan 或是Dragon Gate Nova 或是Big Japan 或是不管是在日本 或是在 其他國家 Ring of Honor 什麼 就是我希望我可以在 呃 任何一個地方都可以wrestling 然後 其實在 因為決戰新台灣Z的比賽 其實我在 下個月就是 10月20到 10月20而有 三場在日本的比賽 也是 算是一個 就是我的 就是我的 childhood dream come true 然後 然後 這個三場是一個 非常非常盛大的三場比賽 然後 就是我希望 我的目標 就是我的go 現在就是 在這三場比賽結束以後 我希望我可以 就是長期的待在日本 然後 不管是training 或是一些 比賽 我都希望可以繼續待在日本學習 嗯哼 OK 所以 其實關於這一方面 我自己 對你 也有一些想法 這個我們 呃 Mike 呃 這個訪問完結之後 我們私底下再談好不好 好好 沒問題 呃 然後關於 你們下個星期 MTW這邊 第一次 到台灣 南部 呃 呃 我沒有記錯應該是高雄 是不是 呃 我很害怕 我自己會記錯 大哥 我怕我講錯 呃 的話 惡王這一邊的人 會把我殺掉 我怕 OK 是在高雄 是不是 呃 是是是沒錯沒錯 OK 呃 然後 當天的大會了 OK 呃 比如說 現在給你一個機會 去來一段宣傳 OK 你 假設 OK 假設我是粉絲 OK 我問你一個問題是 下個星期 這場大會 OK 我有什麼的東西 我可以看的 OK 呃 你可以看到Heisenberg 對不對 你可以看到Heisenberg OK 你的對手會是誰 你的對手是誰 呃 這一場比賽我會 對 我會跟那個 就是 DDT的 レッカ 就是烈火選手 然後我們會搭仗 然後 對上 南部的新人 就是這個 鬥鬼啊 還有 戰熊 啊 OK 呃 海陸上聘 是不是 對對 啊 所以 呃 應該這一次是 是不是你第一次跟烈火 搭檔 因為我記得 你上一次在 呃 絕向新台灣 Z 的時候也是跟烈火搭檔的 是不是 對對對 上次在 G&新台灣 也是跟 烈火選手 啊 OK 所以這一次 呃 再一次跟烈火選手打了 OK 所以就 呃 下個星期 如果大家還沒有買門票 或者是還沒有 開始計畫的話呢 就 下個星期六 是不是 9月幾號 9月16號 下個星期六 OK 地點在哪一 哪一個 呃 這其實 哈哈哈哈 其實 各位請到這個 ntw的 這個facebook的fan page 就是在這個ntw的fan page 可以找到更多的information 對對對 所以就 購票也可以在這個上面 就是這個messenger上面 直接在我們的fan page 直接留言就可以了 對對對 OK 所以就呃 大家支持一下了 OK呃 ntw 第一次 應該是呃 台灣第一家團體 到南部舉辦比賽的 所以呃 就在 南部的 朋友們 OK 可以試試看 可以去呃 支持一下 然後如果住在 台北的 OK 如果當天 沒有什麼的事情的話 OK 其實呃 從台北 呃 或者是 呃 OK 先說台北了 OK 你是住在台北的是不是? 呃 對對對 呃 從台北到台南 呃 車程要多少時間? 開 開車應該四五個小時吧 過高 高鐵應該 兩個小時以內就可以到了 OK 所以 如果 如果大家 很 dedicate 的話呢 就是呃 對於帥腳很投入 或者是 真的很想 支持台灣帥腳的話 那OK 沒有車的 花兩個小時 OK 對對 請各位 各位支持 請各位支持 真的要支持 男的人家 OK 呃 所以 呃 到最後 OK 先 真的很 感謝 Heisenberg 不不不 真的非常非常感謝 Rick 呃 我知道 你你你你 一一一 OK 先說一件事情 因為我我跟Heisenberg 現在的訪問 我是看到 Heisenberg 他本人 因為他有開 開私事 其實這一次的訪問 他他非常緊張 OK 但是他也非常努力的 呃 想 就是 把這個訪問做做好 然後 他其實他做了很多準備功夫 OK 我可以跟大家說 OK 基本上這個訪問呢 我一點準備功夫都沒有 任何的 NOX這一些都完全沒有 但是 Hisenberg 真的很努力 OK 除了他擂台上面很努力之外 他連 看待這個訪問也很努力 我看到他有很多NOX 呃 他寫很多一些 呃 NOX中文應該怎麼講 呃 筆記 然後他他做很多筆記 所以所以他真的非常 一個很有心 很很努力 很用功的選手 所以呃 大家支持 支持Hisenberg OK OK 所以就呃 我們結束今天的訪問 所以真的再一次謝謝 謝謝Hisenberg OK 所以 謝謝Rig 謝謝各位 謝謝 呃看看未來有沒有機會 譬如說 呃 當你 再打多一點 比賽 呃 去更多地方 呃 打比賽的時候 建立一點經驗 然後呃 再回來我們帥交時報 呃 談一談你的經驗 很好 非常非常期待 謝謝 OK 所以我們下一次再見 OK 先完結呃 今天的帥交時報國語版本 但是我我現在宣佈一件事情 呃就是因為可能有一些粉絲 是想我談一談關於最近帥交的一些呃 話題啊 東西啊 大會 因為我之前呃有人想我說關於 G1 Climax的評價這些類型的呃 呃 這些這些話題 但是呃 今天看看時間應該也不夠 所以呢 明天 明天星期日 晚上9點鐘呃 呃 9點鐘 我會再做一集的帥交時報國語版 OK 所以明天我我我會就講這些話題 不論是G1 Climax 呃 Million Classics 呃 然後GFW他們最近的狀況 然後其他任何的話題 呃 或者呃 現在你們聽到的 OK 有什麼話題 你們想我明天呃 講的話呢 就給我一個私訊 或者在這一段訪問 就留一個言 然後我就看看 然後明天我會呃 講這些東西的 OK 好了我們就結束今天的訪問了 OK謝謝Hansenberg 謝謝 OK我們上一次再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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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